分手七天的前女友 竟躺在了学校的解剖台上 而导师却告诉我 她已经死了七八年了 记得那是我大三最后一节解剖课 教室里充斥着浓烈的福尔玛林卫 导师让我主刀 作为一名医学生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 只是当我掀开白补 看清解剖台上的尸体时 整个人都惊诧在了原地 只见我前女友就那么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 她叫白小雨 我俩是在公交车站认识的 那天在下雨 她见我没打伞就撑着伞给我避了避 我看她人美心善 就问她要了微信 后来熟了也相约见过很多次面 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 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身体不太好脸色很差 嘴唇都有些泛白 不过她性格很好 人也温柔 我们没吵过一次假 但也没有过分的亲密接触 不是我不想 是她很排斥 每次都说她没准备好 希望我等等 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也就没那些想法了 不过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晚上 而且都得是十点过后 她白天要上班 在某研究所工作 工作繁忙 上班期间是禁用手机的 而且几乎没有假期 只有晚上才有空出来 不得不说 小雨很优秀 二十岁出头便已经进入了研究所工作 我却还在读大学 不过小雨也有一些独特的习惯 她非常排斥拍照 每次想和她拍照 都会被她一口拒绝 且会显得异常生气 而且她很设控 我俩约会不逛街不看电影 不是拉着我逛公园 就是压马路 她还特别讨厌猫猫狗狗 也特招狗咬 好几次约会 路过的流浪狗或者宠物群 都会对她狂吠 还是那种生死历劫 不共戴天一样 有一次我为了撵走那些狂吠不止的野狗 还被其中一条狗给咬伤了手 小雨见了 心疼得要命 看着她担心我的样子 紧紧地抱住了她 却发现她身体很凉 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怪味 有点像我们学校市库里那种味道 我也没在乎那些 只是说没事 让她别担心 她也不管 非要送我去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后 人家下班了 除非去疾控中心那边 我看时间都凌晨一点多了 她明天还要上班 就让她先回去 明天我自己去医院 只要24小时内接种 都没啥问题 小雨听我这么说 干我再三保证后 这才离开 结果等到第二天 我出门打疫苗的时候 发现路边堆着一板车的流浪狗尸体 听旁边的环卫阿姨说 昨晚有人要了整条学府路几条街的狗 那是之后 我和小雨约会 就再没遇到过一条流浪狗 不过也是从那事之后 小雨就喜欢问我要钱了 其实要的也不多 每次就一块两块的样子 都不够一杯奶茶钱的 我也没当回事 就说微信发给她 但她不要 说只要硬币 还得是2018年初的那种 超过了这个年份或者少呢 她还不要 我问她拿这个年份的硬币干嘛 要求还那么严苛 她就是滋滋乌乌 不愿意说 我就一直追问 最后也只是给我说了三个字 买条命 我心里寻思着 几个破硬币能买条什么命 我看她是真的不愿意说 就没好继续追问 只是那之后 她就向我提了一些奇怪的要求 每逢初一十五 她都会要求和我见面 而且每次见面 她都不准我穿戴红色的衣服和鞋子 内裤都不行 见面还得她检查 尴尬得要死 不仅如此 小雨还会把我上次给她的硬币还给我 还让我一天内就得用掉 说被欺负过的硬币就没了福气 就得用掉 过程还必须拍成视频给她看 我很早就听说搞科研的人都有怪癖 很明显 我前你有也有 我俩甜蜜的关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期间每次见面 我都会给她一两枚2018年的硬币 然后拿回来一两枚用掉 这一年里 月月如此 可直到一周前 我们和往常一样约会 结束后拿回一枚硬币准备用掉 可因为第二天课程安排比较紧凑 我就把这事给耽搁了 前一晚和小雨约会到凌晨三点 白天上完课后又累又困 回到宿舍便睡了 就没去用掉硬币 结果第二天一早 便收到小雨给我发的分手短信 从那天起 她就好像人间蒸发一般 我用尽了所有办法 就是我没有用掉那一枚硬币 没给她发视频 可这样的小事 至于吗 我俩的再次重逢 竟是见到她躺在解剖台上 看着她白灿灿的脸 心里五味成杂 不知道分手的这七天 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人怎么突然就死了 旁边的导师见我表情复杂 迟迟不动手 便开口提醒道 注意群 怎么还不开始 听到导师的话 我在悲伤中变得空洞麻木 抖动着双手 鬼使神拆得就像小雨的尸体伸了过去 小雨的尸体在福尔玛林里抛过 肌肉松弛 没有弹性 刚碰到她的头 眼皮便掀起了一条缝 露出了半颗眼球 我总感觉 她就那么抬着眼皮看着我 内心痛苦且挣扎 想摸摸她的脸 和她做最后的报备 但这个时候却意外发现 她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抠 竟从她嘴里抠出一枚硬币来 而且那枚硬币 正是我七天前送给她的那枚 因为硬币上的两个红点 是我和她亲自点上去的 可小雨 怎么把这枚硬币含在了嘴里 旁边的导师见我 从尸体里拿起一枚硬币 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奇怪了 尸体在池子里都泡了七八年了 怎么嘴里会含着 一枚一八年的硬币 导师这句话 如同一盆冷水泼了过来 让我从头量到脚 七 七八年了 是啊 这位大体老师 已经在池子里泡了七八年了 如果再不利用 就得送去殡仪馆火化了 说完 还把资料本地给我看了一眼 上面清晰的写明 小雨被制作成大体老师 送到学校师库的准确时间等等 我感觉世界都崩塌了 明明七天前 我们还见过 她还说月底会把这枚硬币还给我 让我用掉 怎么小雨突然就 变成了死了有七年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之前和我交往的前女友 岂不是聚尸体又或者是 我不敢往下想 只感觉浑身被恐惧笼罩 手里拿着的硬币 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这一瞬间 我想到最初见到小雨的时候 她好像就是解剖台上的样子 惨白无色 身上的怪味 也和现在解剖台上散发出的味道 几乎一样 难怪她每次都是晚上出来 她根本就不是在研究所上班 而是被泡在了 事库中的福尔玛林池里 我惊恐地看向了解剖台上的小雨 小雨的嘴巴这会儿 也张得很大很大 好像拳头都能放得进去 像在声嘶力竭的嘶喊 又好像有话要说 但发不出声音 这一刻 无数恐怖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蔓延 心里不禁惊悚 人也有些接受不了 不 不是真的 也不顾周围同学们的目光 有些癫狂的转身就往解剖室外跑 我只想远离解剖室 想这个噩梦快点醒来 一个人跑回了宿舍 蹲坐在床上 身体止不住地抖 脑海里全是和小雨交往的过程 我用力地抓着头发 百感焦急 我宁愿接受小雨和我分开后死了 也不愿意接受这一年 多和我在一起的小雨 其实是一只鬼 是一具尸 直到许久 寝室的门被人推开 是有张强 一头是汗 面色苍白地从外面回来 他当到寝室 便对着床上的我猛吸了两口气 一群 还好解剖客你跑了 吓死人了 老师解剖后发现尸体生前极其痛苦 很有可能是被活活地溺死在了泥沼里 呼吸道和肺里 都发现了大量的泥沙还有沙虫 说完 张强还拿出我之前落在解剖室里的那枚硬币 不过挺奇怪的 14年就被泡在尸池里的尸体 嘴里怎么会含着一枚一半年的硬币 张强 你 你怎么把死人嘴里的硬币拿回来了 还是拿去用掉吧 不吉利 张强根本不以为人 这都21世纪了 死人含在嘴里的又怎么样 那些卖古董的 越是古墓里的东西 还越值钱呢 我还想再劝两句 可张强却在这个时候猛烈地哆嗦了一下 扭头看向宿舍外 听到没 听到没 好像 好像有人在叫我名字 我见张强一脸认真 也仔细地听了一下 楼道内出奇的安静 连脚步声都没有 哪会有人叫他名字 没听到 可张强表情凝重 真有 小白桥那边 听到小白桥三个字 我都懵了 我们所在的宿舍楼 距离学校内的小白桥 少说有几百米远 拿着扩音喇叭喊 我们在宿舍内也都听不到 这么远 你听得见 我根本不信 同时打量起张强 感觉他不太对劲 脸色发白 还不断冒汗 张强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不舒服 张强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站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后 才转身回来 也是 那么远 我先补补 也没等我同意 张强便当着我的面 撕开了巧克力的包装纸 接着就吃了 但我看他 脸色还是比较差 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且又向他提了一次 让他快拿去花掉那枚硬币 张强还是不以为然 先是在我面前活动了一下 说自己没问题 然后又说 硬币明早再拿去买豆浆 他不怕死人寒过 他都这么说了 我也没好继续说啥 张强则和个神经病似的 在寝室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圈 就说好困想睡觉 也没洗漱 直接就爬上了床 盖着被子就一动也不动了 寝室就我两人 张强熟睡之后 本来很精神的 我也很快有了睡意 眼皮止不住地往下沉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等到半夜 我感觉后背有些发凉 耳边隐隐约约传来 奇怪的声音 呼呼呼 那声音不大 但像是很长的吸气声 每一声都像要断气似的 压得特别的沉 像死人最后一次吸气的感觉 朦朦地侧过身子 微微抬了抬眼皮 结果看到一张白灿灿的脸 就爬在我床头 还张大了嘴巴 正对着我呼呼呼地拼命吸气 鬼啊 我迅速从床上弹起 急忙往后缩 贴在了墙边 我还没回过神来 那张白脸也吓了一跳 是我 张强 听到这话 我才定了定神 张强 你特么大半夜的不睡觉 趴在我床边吸气干嘛 吓死我了都 张强黑黑笑了笑 不好意思一群 你身上是不是喷香水了 感觉好温 就没忍住 趴在床边多吸了两口 说完 张强还是没忍住 对着床上的我又猛吸了口气 喷个毛 你特么是个傻比是吧 闻我身上的味儿 快滚远点 他给我整得很无语 很生气 张强却有点委屈巴巴的样子 不让闻就算了 被子借我盖盖呗 今晚这口天气 不知道咋整的 冷死我了 我也懒得再搭理张强 直接把宝贝扔了过去 我是没觉得冷 反而还有点热 张强拿到我的被子 笑嘻嘻地对我说了两声谢谢 对着我的被子又吸了两口 说真好闻 然后才爬回床上 他在好两床宝贝 面朝墙背对我 呼呼睡去了 但只听到他吸气 没听到他出气 躺回床上 精神了一小会儿 那一股浓浓的睡意再次袭来 挡都挡不住 而且有强烈的眩晕感 根本就控制不住 不像是睡意 感觉像是要晕倒 等到第二天醒来 发现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明明昨天睡得那么早 现在醒来 还是感觉特别的困 完全没睡醒 张强已经不在 宿舍里就只剩下我一个 脑袋依旧很晕 很累 还想睡 这让我 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 可冷静下来的我 却不打算继续在寝室里待下去 因为之前和我在一起的小雨 显然不是个活人 小雨的事必须有一个结果 我得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的缘由 或许就是因为我一周前 没有花出去的硬币所引起 哪怕身心疲惫 也清楚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不能坐以待毙 不然 这将是我永久的心结 长长地出了口气 便伸手去拿桌上的手机 可是 就在我伸手的沙纳 心头又是猛的一颤 伸出的手也瞬间僵在了半空 那种压抑的恐惧感 再次将我笼罩 因为我发现 昨天那块被张强吃掉的巧克力 这会儿竟完好无损了 就放在我手机旁边 甚至上面 还压着那没被张强 从解剖室里带出来的硬币 张强明明说 今早要拿去买豆浆的 可这小子怎么将这硬币 放在了我桌上 还有那块巧克力 不是被张强吃了吗 怎么还在 记错了 不 绝对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是 张强今天又买了一块回来 放在了原处 可我不认为 张强那小子吃了我的东西 会买回来还给我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我心间蔓延 害怕发生不好的事情 特别是上面 还压着那枚小雨寒过的印尼 我一脸凝重地 将那块巧克力拿在手中 莫名地紧张起来 忐忑之间 我拆开了巧克力包装 轻轻地咬了一口 可这一口咬下去 我整个人都凉了半解 嘴里的巧克力 不仅没半点苦味 甚至连一点甜味 和巧克力香都没有 吃在嘴里毫无味道 如同绝辣 那一叉 我吓得双眼一睁 急忙吐掉 用着惶恐的表情 看着张强的床铺 和手中的巧克力 只感觉整个寝室 都好似变得冰冷阴森起来 以前我就听老人说 脏东西吃过的东西 就会没味 想到张强昨晚回来的种种 浑身都不自然起来 而就在此时 桌上的手机突然亮了一下 是群消息提醒 一眼扫过 瞬间被两个字吸引 复告 我诚惶诚恐地拿起手机 等消息打开的瞬间 我整个人都量了半截 本班同学张强 于2020年5月17日 18时于校内 翠柳湖逆水逝世 商年20岁 看完这则复告后 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昨天张强回来时 大概也就是六点的样子 还说他听到小白桥 有人叫他 而小白桥就在翠柳湖边 八成 就是他死的时候